職業電競聯賽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回到職業電競聯賽 馬上就要進行第二回合了 也是大家相當期待的組合 在這裡看到我們的外籍選手 終於出等版了喔 對 這一位是來自於韓國MVP戰隊的Gaxi 那這位選手呢 他目前有一些戰績要跟大家分享喔 他有參加我們NSL第三季的比賽 那雖然說好像沒有拿到很好的成績 可是他在過程當中有打敗過東拉姑 還有打敗過SC 他在網咖賽也有打敗過中國有名的西瓜 對 算是蠻強的一個選手喔 來自MVP戰隊的喔 是 是一位蟲子的選手 那講到這個呢 我們回顧一下剛剛的人蟲對戰喔 這個Yan的王蟲擺放位置真的很不錯的 因為我們知道DS的招牌就是多線空投 好像每次空投幾乎都有被他抓到對不對 對 沒錯 而且尤其是最一開始DS的那個二線空投 一傳在上面兩傳在下面完全被抓到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關鍵喔 就是他的比沒有辦法做到該有的一些經濟傷害 那直接送掉就很可惜 記得只有殺到兩隻公兵 對 最後只有殺到兩隻公兵喔 真的是很可惜 對阿 兩隻公兵然後損失兩台醫療艇加16個士兵 我覺得怎麼看都很虧 對 真的很虧喔 那我們這場呢已經開始了 好 我們現在看到呢 夢幻泡泡灰 這場的是 Wide Spider邀請的外棋選手Galaxy 銀河選手 好呢看到這邊已經比賽進行一陣子囉 在這裡呢趕快先跟大家講一下 在我們藍色藍色的蟲竹這位呢 是在我們地圖的11點鐘方向 對 這是我們的Galaxy喔 哇 它直接 各位還在介紹畫面的時候呢 狗隻已經蓋到一半了 對啊 六滴喔 直接六滴了 這張圖六滴 這是趕得去逛我們的夜市嗎 這麼趕 對 因為它還沒逛台灣 等一下可能 它昨天呢 它來到台灣之後很快就去Wide Spider這邊 那除了把自己的行李呢 安置之後也是趕快來請坐練習 所以它可以說對台灣還沒有什麼了解 對 那 呃 工兵也是有在探囉 右下角呢是 我們還沒有介紹一下 來 這個是呢 呃 友宜鋼鐵人的灰 好 紅色的神族 夢幻泡泡灰 對 是在 在我們地圖的五點鐘的方向喔 對 那其實我個人對灰是很有信心啦 可是昨天直播的時候 灰的狀況好像不太好欸 直播的時候 好像輸了蠻多場欸 對 一直連敗 希望它今天呢 趕快把手感找回來 對 看到了喔 六隻狗出來 那還沒有 彈射機大吃已經傻了 在原地不動 對 那灰呢 灰其實是還好它沒有是先裸霜再來蓋野鏈場 它是野鏈場先蓋了 可是 我覺得 Galaxy 6D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因為這張圖喔 這張圖蟲族很難開三礦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神族的惡況很不好守 就是你的建築學 因為口很大 那建築學不好擋 對 對 那灰呢 果斷是在家裡放下光炮 那狗也是很聰明 直接去你家 因為 狗這種時候看到你有BF 就知道呢 就是有野鏈場 就知道你一定是在家裡先存光炮 對 我們光炮現在才蓋到一半喔 所以只好農民起義了 我們來看一下總共有幾條狗 好不好 對 現在有十條狗 十條狗 那趕快再咬掉 對上十八隻的探測機 哇 我們灰這邊守住了 好 這邊應該是 完全守住沒有問題 對 光炮即時完成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就灰鑽喔 大鑽 那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灰呢 只有損失掉一個水晶塔 跟一個野鏈場 那其實蟲族也沒有去開二礦 所以根本就不虧 好 我們看到呢 灰在這裡 在蟲族的二礦 是擺了水晶 還擺了光炮 對 還擺兩個喔 擺兩個原因 對 是因為剛剛的狗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 怕一個不夠 好 擺兩個不讓你開礦 那蟲族這個時候下來 尷尬 哇 這個看到 這 被這個 蓋滿滿啊 難道我要去石頭的隔壁開礦嗎 一定要這麼辛苦嗎 對 這個 這個工兵喔 那 灰呢 緊追不捨 好 Galaxy好像是去十二點鐘方向 那 灰這邊可能沒有跟到 因為剛剛看到探測機 跑到自己家三礦 含淚離開 對 好啦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只要灰的主礦 呃 音樂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可以 順利的 還是要看一下狀況 對啊 我們看到這邊有幾條狗呢 是守在揮家的門口啊 對 這邊有六條喔 好 那 有一隻工兵 這個工兵是要來開礦的嗎 不會吧 哇 不讓你開礦 這 呃 這個有點 真的假的 喔 現在蟲竹是150塊喔 那如果真的要蓋在這邊的話 等一下可能就是會蓋地刺阿 然後出蟑螂阿之類的喔 我覺得 出蟑螂的機率也蠻大的 因為 神族這種情況下 通常都會出一些狂戰士來怕你狗太多 真的 然後我們看到OB畫面幫我們帶到的 在這個灰的二礦這裡 果然是下了蟲竹第二個主堡 對 那 我們看到灰要怎麼應對喔 灰呢 目前正在蓋 機械控制核心 然後狗在外面繞 那 我覺得蟲竹 呃 沒有要 沒有打算要走蟑螂喔 看來這邊是沒有的 是 一百塊瓦斯挖了之後呢 蟲竹放下了狗樹 那就繼續的挖礦 好 難道蟲竹是要在你家旁邊營運嗎 沒有要 沒有要做什麼 感覺也行得通啦 反正你也出不來嘛 對 那其實灰 呃這個時候也是很納悶 欸 蟲竹的山礦跑去哪了 會說這種奇葩的事情 哥還第一次見到 對 會表示第一次見到 那這邊蟲竹有沒有 欸沒有 這個小狗也是很小心喔 不敢繞太上去 好 這六條小狗就有夠這個兩個狂戰士忙了 對 而且狂戰士剛剛上去也沒有想到說 居然會開在我家旁邊 好 追列出來了 應該可以 多少能慢慢的消滅 欸 還沒瞄到還沒瞄到 喔瞄到了 那這個時候 看到了 主堡也完成了 對 我覺得灰應該是可以打下來喔 因為蟲竹 這個時候還要從家裡 欸等一下很難講喔 但是蟲竹家裡爆了十二條狗 而且它的狗數即將就要完成囉 對 而且我們看到灰現在是只有兩個狂戰士加上一個嘴臉 你覺得擋得下來嗎 我個人覺得有點擋不下來 呵 這邊是拍賣蟲竹 拍賣節目嗎 有點緊張嗎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我覺得 看看這個灰喔 灰沒有被受騙 喔這邊狗出來了 那灰應該也是有看到這個狗在咬自己的光泡 狗的數量非常多喔 所以 底下 有先下來看一下 不過我覺得灰這邊應該是要相當小心啊 後面的狗 沒有上來 欸 我覺得蟲竹其實是可以 喔有啦狗了 準備出發了 所以貝塔老師我們現在到底神族遇到這種狀況 應該要怎麼辦呢 除了在家裡一直蓋BG之外 我們到底有沒有別的解套方法呢 這邊我覺得除了這種 這種解套方法可能就是要衝這個空中的 像VS啊那種 喔 就是 空中的 用那個虛空來幫忙喔 但是 但是虛空面對這麼多量的狗也是很難啊 喔這邊真的是很難 需要大量的瓦斯 而且這個出來的時間也比較慢 對 喔這個立場 喔完全 保護住 但是 蟲竹現在 有繼續在啃上面的狂戰士 我們狂戰士這邊 可是我們現在需要開圓啊 對這邊有點難喔 神族 灰這裡 哇另外一隻的哨兵又被點掉 哇這個第一次 讓人相當的煩惱 對 因為蟲竹這種 這種快攻有時候都會接 這個蟑螂啊 那 神族通常的反應就是直接接這個 空中線 但是 兩邊當然都不是這樣打 我們灰也是有看到這麼多的狗 所以我決定呢就是 呃 趕快回來死守一礦 因為這個 外面直接是 我們Galaxy的二礦 是 直接蓋在你家外面 但是現在重點是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突破重圍呢 是不是這樣是傷透腦筋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放專線 歡迎大家call in 幫我們好好想辦法 好了我們看到神族是已經殺出重圍了 好這邊有辦法引發 哨兵的數量是不少喔 對 但是哨兵不能死啦 哨兵不能被兩隻獨爆撞到 一撞到就是哨兵就送光光了 對 我們哨兵的血量也是不太多喔 對 這邊要考驗灰的這個手術了喔 這個不能有任何的立場失誤 嗯 哇 這樣子打的話有點危險 我覺得灰現在應該是就是單礦極限爆兵喔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去開任何的二礦 你說這是要怎麼開 對 完全沒辦法開 對阿 那這個只能就是單礦爆兵爆到底了喔 對 哇 啊 完蛋了 這時候到底該怎麼辦呢 對 它這邊是繼續的有出狗跟毒爆 那 我們要看一下 這真的是就是你家當我家欸 對 真的是你家當我家喔 好 另外一隻後蟲也出來了 而且就是在你家下面摟管子 對 這真的是 等一下如果有王蟲過來的時候呢 能開到上面的視野灰真的會很難打 是 對 因為第一次呢 我們現在已經在升級蟲竹主堡的二本了 那升級完之後呢 就花一點點錢 馬上就有監察王蟲 要開視野就簡單了 對 那灰現在就是不能miss到任何的一個立場喔 來毒口 對 灰終於蓋下飛機場 對 等一下會需要這個虛空的幫忙喔 好 蟲竹這邊看一下 是繼續的在補兵 重注意 喔這邊 喔這個立場漂亮阿 這個三明治 哇 這個 讚喔 這個中間還有很多芥末 就直接灑滿地這樣 芥末三明治 對 那Galaxy表示有點辣 我們這邊呢 好 狂戰士全部出來 這邊應該是有機會 只要立場下來不錯 好 不能被狗啃到 好 這個狂戰士 我們灰呢 好 趕快先把這個 這個地次的解決掉 那後面的狗 有補上來嗎 還來不及誕生喔 對 後面 我們其實 Galaxy家裡是沒有營運的 它只有主礦而已 它沒有任何的惡礦 是 哇 這個 灰呢在這邊玩破 而且 家裡的虛空是 蓋到一半了阿 這個虛空A過去 等一下 蟑螂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 啊 我對不了頭 大事不妙了 看到史上最強殺蟲技虛空 哇 我們等一下 我們終於收復師徒了 對 這個 這一批這個 衛國捐區 剛剛有衛國捐區幾隻的這個單位 全部都 替他們掌聲 好 我們看到大軍浩浩蕩蕩的 現在就要往斜對角的方向走去了 對 Galaxy現在只能出蟑螂防守 家裡有 呃 大概有個十 八隻蟑螂 八隻蟑螂 對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神族的人口呢 是比我們蟲族超過有 二十五隻多 對 那這個 前置水星 哇 成功的放下去了 就在這個絕佳地點 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神族 進入灰 進入這個夢幻的節奏了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 灰要怎麼樣 幫我們拿下這場的勝利 對 我這樣會不會太偏頗 有一點 不會不會 OK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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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這邊呢先用立場 然後虛空過來了 好虛空先點媽媽 因為我們媽媽這邊也有兩隻 對 對 媽媽是目前蟲族的對空單位喔 因為目前沒有刺蛇 刺蛇塔都還沒有蓋阿 對 那這邊 哇 弓兵全部拉上來就是 知道不妙了 那我們這邊 呃 後面的 而且剛剛蟲族還卡了一下人口 對 呃 虛空好像又掉了 虛空掉了 欸 等一下 我們這邊一個 呃 算是 蟲族這邊有一個漂亮的一個陣型喔 但是我們其實蟲族也是沒有什麼弓兵阿 好 而且我們的虛空超級殺蟲技 剛剛是壯烈犧牲了 對 那後面還沒有繼續出虛空 好像也沒有看到喔 目前我們看到呢 因為這個 灰 它呢 目前還是只有一個礦區在營運 所以在瓦斯跟金錢方面都相當的缺乏喔 對 現在等於還是像是單礦打一波的這種打法 那它也沒有其他錢去蓋虛空喔 我們這邊 是 它現在也沒有錢去蓋主堡 而且這二礦的蟲胎也還沒退 家裡被遛了三隻狗進來 對 這三隻狗其實就是很煩人的那種 就是你 你弓兵A上去他們會死 但是他們就是不讓 好 但是會這個時候打算要上來了嗎 是 衝上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目前蟑螂的數量有多少呢 蟑螂目前只有七隻 我們有十一隻的追獵四隻狂 但是還有四個哨兵有機會喔 對 那但是會這邊 哇 重組這邊有個漂亮的正習 好喔 這邊 工兵呢用穿礦的一個方式呢 堵住了 剛剛追獵者出去的路喔 哇 這邊居然是完全的防守住了喔 Galaxy呢在這邊操作也不是開玩笑的啊 對 好 重組要下來了嗎 一個立場 喔 這個立場有點歪 但是我們這邊重組 哇 有遁地 還有遁地 這時候感慨了 對 這時候真的有點尷尬了 因為灰沒有蓋下任何的一個 沒有VR 對 沒有VR喔 那家裡的礦子挖到剩下兩個 我們這邊有點尷尬 超尷尬 現在一定要遠程採礦了 不然要窮死了怎麼辦 有點尷尬喔 因為重組 哇 這個真的是有點尷尬 那我們神族灰呢 這邊是沒有辦法蓋下機械製造廠 VR 對 而且我們現在就是二礦這邊 從它還沒有退 如果去三礦蓋的話 有石頭 萬一被人家遛狗的話 又很難救 到底該怎麼辦的 被塔老師 哇 這個真的 我覺得灰這邊有點麻煩了喔 對 這個蟑螂遁地回血 哇 對 它可以遁地可以回血 我覺得這個Galaxy在這場上面 它的後面後續的一個戰術選擇 就非常非常的正確 它是先蟑螂然後呢這個有研發 遁地跟遁地移動 嗯 那就完全不用擔心立場的問題喔 那 剛剛我覺得剛剛這個Galaxy呢 在神族我們灰家 惡礦這邊的一個 唯一一個重災流 就是整個讓灰很尷尬 沒有辦法開礦 對 好 我們看到灰現在呢 又載出了虛空 可是有虛空面對遁地蟑螂怎麼辦 還是 呃 當然是沒有用 涼拌成現在 對 涼拌了 涼拌了 我的哨兵 問題是 對 問題是灰完全沒有辦法 看任何的一個遁地單位 對 對 那蟑螂只要 我們又再一次要退守家裡 我們現在看到遁地的蟑螂呢 是從下面穿過的立場 來到主礦的家中 蟑螂數量不少耶 我們只有一個虛空 哇 各位觀眾 殺不完了 回答出了GG 哇 這一場 這一場還蠻精采的喔 對 不得不這麼說 六滴開局 對 然後中間呢 我們這個 神族的人口 是有一段時間啊 都是比蟑螂來得多 對 但是持續沒有辦法開礦 所以我們清晰後繼無理啊 對 對 你已經G了 這個真的有點痛 信心耐久度下降百分之十 對 回現在應該是笑不太出來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這個 剛剛打上去的那一波 完全是 完全只能說Galaxy的防守 真的非常非常的到位 尤其是兩隻媽媽也去 完全就是去打那個虛空 讓虛空完全沒有辦法去做任何其他的輸出 虛空等於是送掉了喔 等於是整個VS的這個空中線都沒有用 對 是的 而且這個盾地的蟑螂 應該是讓我們揮措手不及 對 真的是措手不及喔 所以二框又開不出去 沒有辦法觀察 呃 觀察這個盾地 那就是 沒有辦法挽救啦 對 現在呢 是2比0的狀況喔 那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呢 也都知道 鋼鐵人對上華裔Spider 是已經跨季十九零敗了 而且現在華裔又停牌了 請消息一下 刺激刺激到底結果如何呢 請大家廣告之後 記得回來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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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